大家好,我是Stan 5月1号,女团里斯拉平 以正规第一张专机的主打歌Unforgiven回归后 在日本、墨西哥等12个国家地区的iTunes登上了一位 美轮排行三位等 所有成绩都创下了出道以来最高的纪录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里斯拉平先去Unforgiven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歌曲、舞蹈都超好 MV跟电影一样拍得太好了 很不错,但是歌词一个都听不懂 讨愿景真的好棒 歌曲虽然没有一致感 但是就算有这些缺点 也觉得是很不错的歌 歌曲为什么像是混杂了很多歌曲的感觉 然后真的听不到歌词 是韩文吗 这MV真的是感觉花了好多钱 好羡慕 站在路人的立场 里斯拉平的歌曲就是好听 有模仿争议的部分 重新听也觉得是一样 拿着预告片就叫 是抄袭了外国歌手 所以我有一直等待完全版 听完后感觉一点都不一样啊 歌曲真的太好听了 在健身房听的话应该会非常适合 很有里斯拉平的感觉 所以很喜欢 希望以后也能一直走里斯拉平的风格 所以对于里斯拉平的心去Unforgiven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香港人举办的大型K-POP舞蹈活动 香港YouTube Plum 获得了韩文舞团Artbit的社权 拍摄了香港版的K-POP Dance Pit的影片 集合了将近40位不同阶别的人 包括YouTube K-POP舞蹈成员 舞蹈老师Girls Playing参赛者 分成两组进行舞蹈对决 更重要的是 所有参赛者都是在没有任何通告费下 自愿参与企划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热爱K-POP的人 我也是 所以有兴趣的人都去支持一下吧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暖心的贴文 贴文标题是 我可以哭吗 小学五年级妹妹给我汇款了十八 我透过重考后进了大学 因为真的很辛苦 所以每天都会哭着跟妈妈通话 但是可能是被她听到了 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会汇款 啊十八 真的好伤心 好想回家 然后这位网友附上了与妹妹的卡通截图 哇一看到四万三千就快要流泪了 再进了能感受到妹妹的 啊连三千都毫不吝啬的给了姐姐 真的好脆嘞 四万三千的话 应该是自己所有财产吧 这钱怎么舍得花呢 对孩子来说应该是很大的钱 太善良了 好好上学 毕业后找到工作的话 用第一个月的工资 给她四十三万零用钱吧 太乖了 总结一下这个贴文就是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妹妹 我怎么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